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郑建民 今天我想讲的话题就是 应该怎样应对 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在海外 对香港在海外的抗议活动的破坏和干扰 11月7日就是两天前 在德国又发生了一起事件 就是一个中国大陆来的 据说是女留学生 就去采偿 冲击 就是咬乱香港人 正在举行的一个抗议集会 这女的用这个中文 用这个汉语 英语和德语三种语言 对香港人进行辱骂和污蔑 对香港的抗议者进行辱骂和污蔑 说骂他们万人富裕 说香港不像中国大陆纳税 却享受着特权 还要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等等等等 还辱骂香港的抗争者 辱骂香港为了普选权而抗争的人 是暴徒 但是对这个香港警方的暴力 她是四额不见 这个所谓的大陆来的这个女大学生 因为这种破坏行为 她一夜之间 串红于网络 成了自首可热的网红 这个就表现出了一种正不压邪的 一种憋屈的 很憋屈的这种结果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结果呢 为什么造成正不压邪 她明明是一个破坏者 反而会获得 反而会以胜利者的姿态到处招摇 而且获得这个收益的 这个问题需要反思 需要香港人以及大陆反对派人士 共同的来面对 来应对 这起事件是非常嚣张的 因为11月71日 正是柏林墙倒塌 3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 柏林墙是1990年11月9日倒塌的 正是柏林墙倒塌 是柏林墙倒塌 3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 那么这个 他在柏林墙倒塌 30周年纪念日前夕 来进行这种挑衅 他对于德国的 德国所征询的 自由民主的价值 对全世界的普世价值 他是一个巨大的挑衅 那么这个人呢 现在香港和大陆的反对派人士 对于这种 对于这种大陆所谓的小粉红的这种挑衅和破坏行为 他之所以处于下风 就是因为没有有效的应对方式 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方式来对付他 所以显得很被动 反而导致这个出现正不压邪的现象 磨高一仗 倒高一次 磨反而压倒了倒 所以应该怎么样采取有效的办法 来对付中共的这种小粉红在海外的破坏 成为一个耽误之急 现在在全世界 在世界各地西方国家 都频频发生这个小粉红 以这个中共国海外留学生为代表的小粉红 对香港抗议活动进行破坏 对香港海外香港人的抗议活动进行破坏的事情 比如说去撕毁香港在海外的抗议者的展示墙 展示香港警方暴力的展示墙 去破坏去撕毁人家的墙 人家辛辛苦苦搭建起来的展示墙 他把它撕毁 他为什么敢这么嚣张 就是因为无论是香港的抗议者 香港在海外的抗议者也好 还是中国的反对派人士也好 就是太和平理性了 对待这些人太和平理性了 你去给他讲道理 但他根本就不听你的道理 他张口就骂 开口就污蔑 他也不去跟你辩论 他上来就给你扣帽子 你去怎么跟他辩论 你怎么可能说服他的 他本来就不是来辩论的 他来到这里不是来讲道理的 就是来破坏的 就是把你的活动给搅黄的 他的目的就是把你的活动给搅黄 给遮掉 给破坏掉 对这种行为怎么能够跟他讲道理的 不能跟他讲道理 那么有些人 有很多香港的抗议者 还有反对派人士都认为 这些小粉红 他是受了中共的蒙蔽 他不知道真相 确实是信息不对称的强务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脑残 但这个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这些脑残 他不是短时间能够改过来的 他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没有道德 他们没有道德 敌是普世价值 说的不好听 他们就是人渣 他们为什么敢这么英勇的 所谓的英勇的落藏 肆无忌惮的破坏 把这个港人辛辛苦苦搭建的猎弄墙 把那个展示墙 展示宣传栏 一把子给撕掉 他为什么敢这么嚣张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 他这样做很安全 你们明白了吗 很安全 他不是 他不是 这个 不知道 不知道真相 他来到这个国外 他在国内的 他在国内的时候 有这个互联网的封锁 他不知道真相 但他来到国外 面对这么多真相 他为什么不去听呢 为什么不去看呢 他为什么上来就破坏呢 他不是 他不是 不知道真相 他不是一种 这种 冲着真相来 他是冲着破坏而来 他为什么要破坏 因为破坏很安全 他不仅 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还会成为 网红 就是 11月7号 在科隆 骂政 辱骂香港 抗议者的 那个女的 现在不是已经成了 网红了吗 一夜之间 他在油管的 那个广告费 就暴涨 他的粉丝 巨增 广告费暴涨 在国内 成了这个 名人受到政府的表彰 这么 风光无限 还这么 实费的一项 的一项工作 他何乐而不为的 他只是一个 这个女网红 只是一个 代表 其他的这些 中共的小粉红 这些 大陆在海外的 留意 都是这种心态 我跟大家说 不是因为 他不知道 他没办法 接触真相 他无所谓真相 这些人都是坏人 我跟你说 当然他不是所有的私德方面 他都是坏人 但他在 这个社会功德 他在这个人道主义 他在这个社会正义感 这些方面 他都是 他都是 没有的 他都是残缺的 这些领域 他们都是坏人 他们是没有社会正义感的 没有人道主义的 他也 他来这里 他根本就不看不听 他是诚心来这里破坏的 他为什么来这里破坏 而且气焰这么嚣张 是因为 他破坏很安全 而且还可以得到好处 主要是在这里 那么 明白了这个道理 香港同胞 为了民主 为了普选的选票 而奋斗的香港同胞 为了中国早日民主化 而奋斗的 中国反对派人士 你们都 就应该对阵下药 你不要把主要经济用意 跟他讲道理 不要和平 你要让他付出代价 这才是最紧要的 你要让他付出代价 你来冒场 你来破坏 可以 但是你知道 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 就是我奉劝 所以我奉劝香港同胞 你们不要去 为跟这些人讲道理而做准备 你们要为 把这些人扭送警察机关做准备 你们要自己成立这个维持秩序的纠察队 你们要第一时间报警 他来这里 他来这里 闹场本来就违反了西方国家的法律 因为西方国家的和平抗议是要划线的 你反对我可以 但是你不能越过这个线 我在这一片范围的地盘上 我有举行这个四倍游行 反对中共 声援香港抗争的自由 你在那个线那边 你可以有反对我的自由 你可以有支持共产党的自由 但你不能越过那个线 从我的场地来杀野 这样是违法的 他过来这里闹场 马上报警 如果警察一死未来 你首先你这个纠察队 就要把他挡住 架开 不能让他杀野 还有就是对他进行人肉搜索 他到底是谁 要报告这个西方国家的警察部门 这个才是主要的应对方法 你要自己保护自己 你这个猎龙墙 那个展示窗 展示墙 你事先你这要准备好 纠缠人员 保护这个墙 他要过来撕墙 你们几个小伙子 早已准备好的几个状态 就把他给拦住 架住 把他给赶走 在警察没有到来的情况下 要懂得自我保护自己 而且对他要对这些人要人肉搜索 上报这个西方国家的政府部门 警察部门 要让他付出代价 要让他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 另一方面就是 另一方面 这个反对派人士 要向这个 还有香港的同胞 要向这个西方国家的政府的议会进行呼吁 你这个 这些小粉红在国外的行为 就是一种煽动仇恨的行为 比起那去是有过者无不及 跟那去煽动仇恨是如出一辙 别无恶志 所以西方国家政府 在这方面不应该双重标准 现在香港人 他处于被迫害 被迫害 被施暴 被杀害的这种悲惨的处境当中 西方国家的政府应该站出来 保护香港 在这个西方国家国内的这些香港人的这些抗争 在香港都被共产党镇压 在西方国家深远香港抗争 这个香港人又被这个小粉红 被这些中共指使的这些小粉红给破坏 那怎么得了 那个天下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人说话 呐喊的地方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 西方国家政府 再不采取果断的措施 保护 海外香港同胞 的抗争的自由 抗议的自由 那不是 这不是 岂不是天有绝人之路吗 无处发生的吗 不是要人无处发生的吗 所以说到这里 我要对特朗普 我要对特朗普总统 予以强烈的谴责 正是这个特朗普 他在香港问题上 一而再的为习近平 为中共背书 所以中共才敢像今天这么嚣张 那现在已经发展到 被跳楼 香港抗争者被坠楼 被自杀 被人间的悲惨 近况了 林郑月娥 她是关起门来 在礼堂 赤裸裸的表彰 那些 对香港人施暴的警察 谁暴 谁歹毒 谁邪恶 谁下作 她都表彰谁 她是赤裸裸的表彰 香港警方暴徒 已经这么嚣张的地步了 事情已经发展到 这么嚣张的地步了 你特朗普你该当何罪 你说这个习近平 是中国200年来最伟大的领袖 你说习近平和中共 在香港问题上很负责任 你该当何罪 你助纣为虐 该当何罪 在香港问题上 你给中共的施暴 镇压迫害香港人 吃定心丸 你该当何罪 你 你将会永远盯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特朗普总统 你不配是美国总统 你是独裁者的同谋 我是真心希望 特朗普 这个美国总统当中的败类 一个根本不配当美国总统的人渣败类 街上早日被弹劾下台 在他的主导之下 现在一个月前 早已经通过的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 在残议院 数字高格 现在还没有表决 特朗普总统 你该当何罪 这个香港 在半个月之前 随着彭斯的讲话 中共在香港一度收敛 在香港收敛了几天 但是现在又变本加厉的施暴 这个与你特朗普总统 你的税劲姑息难道分得开吗 特朗普总统 你恬不知识 你再这样下去 你注定盯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今天这期节目就讲到这里 再见